才待在戶外幾分鐘 就受不了暖暖天氣 很難想像這樣長年積雪 日曬時間短的芬蘭 又再度熔登最幸福國家寶座 聯合國2019年全球幸福報告出爐 156個國家中芬蘭第一 丹麥 挪威分別是2 3名 北歐國家名列前茅 社會穩定和人民不愛計較的性格 都是成為最幸福國家的關鍵因素 另外在英國近期因為脫歐 政治動盪排名卻相當令人意外 上升了4個名次排在第15名 而臺灣比起去年提升一個名次 超越日本南韓的國家 如果提到最不幸福的國家 非洲的南蘇丹排名第一 內戰導致當地有六成的人口 面臨食物短缺 其他像是燕門 阿富汗 以及中非共和國 也都因為衝突不斷 成為排名中的不幸福國家 這項報告是根據人均GDP 平均壽命 社會福利 以及自由度等來排名 然而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標準 都有所不同 是不是感到幸福 還是因人而異 大愛新聞 陽晴編譯